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总结了一下 他查询了一下在谷歌上 有关2023 人们都在查什么东西 结果作为独立个人 一些独立事件 独立事件当中 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独立事件当中的 以色列战争 占有很大的比重 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是一个球员猝死 其实是一个 应该是橄榄球吧 球员猝死 那件事情影响很大 所以这些是具体的事件 当然在个人当中 他们出乎意表的发现 就是出乎意外的发现 川普独占龙头 那你一定说 川普独占龙头也不对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她是个唱歌的 大概是 对于我是经常看到 这个女人照片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 太陌生了 因为我们 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兴趣 去关心那些演出啊什么的 而后来这个女人 闹了一些故事 就是她找男朋友 也是橄榄球员 所以这种事 这种事对于我们来讲 没所谓 那这是她比较相当有趣 相当有趣的一段故事 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 有可能她曾经遭受过 中共国的封杀 有可能 但我没太确定 因为我没有去查证 如果查证的话 就是一个 真的是她的话 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刚才在看别的东西 在看那个王刚 王刚被国内封杀了 就是王刚炒了回蛋炒饭 然后做了一个检讨 然后他们炒完蛋炒饭 他又杀了一个二百斤的猪 你这事 这就下了 杀了二百斤的猪 然后把她给封了 所以这道歉也没用了 你说不给她委屈死 憋死她了 应该在查那个的时候 就提到了 有人提到这么一个女孩子 唱歌的 遭到中共封杀 大概是前后的故事对应的 里面跟那个五月天有关系 叫五月日啊 五月天 就是台湾的摇滚乐的那个乐团 所以那个是跟台湾大选有关 所以前后大概有这么多故事 那个我只是跟大家介绍背景 那这里的背景比较有趣就是川普 Anex呢 他就没去说 没有突出川普的名字 但是整个2023年 在谷歌上 川普是独占老头的 那因为他77岁一老头子 对不对 惹的全是麻烦 就代表着在川普身上 代表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西方文明的 这种传统的正义 就真相和这种对垒之间的冲突的 我愿意把它理解成叫冲突的程度 因为太多人恨川普 包括谷歌 谷歌跟一些相应的演算法 在我眼睛里看的是很麻烦 说句心理话 是真的是找川普的麻烦 在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显现的很突出的 谷歌本身 其实你现在用英文查川普 你查到都是左派媒体的内容 骂川普 保守派媒体的内容 根本上对川普的一些内容 根本上不了谷歌寻找 根本不让上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可以看到 川普在谷歌上的独占凹头 是因为恨的 大家要明白是因为恨的 所以他凝聚了相当大的力量 可能跟别人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件好事或者不好 也就说如果是恨他 谷歌以这样的方式 去表达 去推动的 在整个西方文明社会当中 因为他是用英文 推动的西方文明社会当中的本身 要试图 左右人们 对川普的看法 大家要懂 今天上午我查川普 我在谷歌上 用英文查 前五页 全都是极左的媒体 天天等 而保守派的媒体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就连 就连纽斯马克斯的新闻 川普的新闻都没有 就到这份上 那so far 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还能知道是怎么个封杀 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就是谷歌透过这样的方式 在潜移默化 在左右的美国大选 这里面被左右就是中间排 其实我想朋友要能理解这种含义了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统计数据 来发现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在我实际的环境中看到 所以你可以说难 你可以说不难 但是我眼睛里看到 就是说 它是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价值观 就是它将绝对化的分离 人们在真相的问题上 人们在善良与恶的问题上 绝对化的分离 和给人们的选择机会 哪些词分裂了美国 它也用了 吸引分裂的美国 做了整个的分析 而人发现川普 那个人叫泰勒斯维福特 那你让我 我们来讲 我们就说川普独占奥头 为什么独占奥头 没说 它为什么重要 有助于将强烈但逃避很多人的逃避某些兴趣的某些少数人跟时刻分开 那实际呢 这些人实际上吸引着分裂美国的这种广泛的关注 所以它就把分裂的概念放在川普头上 其实是他们自己干的 包括谷歌自己干的 分析跟踪全年推动人们在谷歌搜寻 它没有细分 比如说美国阿加拿 它没有 它在整个英文系统中 最大的分额却记录了川普任总统期间前所网络和前后未有的一年推出 六年后他依然主宰着美国的网络 他主宰着美国网络的搜索 这是一个很2023年的最大的特点 川普 谁主宰着美国的谷歌的搜寻网络 有五件事情 独立的事情 第一个水牛城的球员心脏促停崩溃 这就是心脏促停崩溃 这是很多朋友知道潜移默化是什么原因 我们节目中不能说 第二个以色列 第三个就是塔坦尼克那个潜艇死的那个 第四个老友记 马修佩里死亡 那第五个是巴比电影和川普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通讯 这就不知道 他巴比电影 我没关注过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挺那个的 挺大 都是粉红色 里面在捕捉重大时刻当中 他就说很多时候 很多内容永远在保持领先的 里面就谈到了泰勒斯福特 他是个演员了 唱歌的吧 大概是 第二个是川普 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川普是唯一一个全年保持前五名持续的 那个女人是后来出来的 川普是从年初到贯穿 贯穿整个2023年 所以我给大家解释我认为是恨他 可不是 可不是那个 是为了洗脑 但是呢 人们去找川普这个名字的人 可不是为了恨他 所以这是一个 这就这么个故事了 第三个排名是乌克兰 第四个是拜登 然后里面还有其他 包括詹姆斯的其他 他说我们过去查过171819 他为什么从1718 17年川普上来 所以这是 你就知道川普的出现 在冲击着整个西方文明社会 冲击着整个所谓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感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